而在新加坡12号推出了一项电动车的共享服务 这是这个地下人酬城邦所推出的最新交通创新措施 鼓励人民不使用私家车辆以预防交通拥塞 法新社报道 法商波罗来集团子公司所推出的共享方案 目前共有80辆车与32个兼具取车还车功能的充电站 他们打算在未来几年扩大车队至10倍以上 新加坡官员为了因应交通拥塞已经采取许多的强硬措施 包括使平均车价超过8万美元的牌照费 冻结上路车辆数与对公共交通计划进行新的重大投资等等 这项电动车计划由外商与政府部门合作推出 业者希望将来能够提供新加坡全球第二大的电动车共享服务 仅次于巴黎